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为了帮助爸妈照顾孩子 基隆首创LINE线上亲子照护平台 加入平台的好友人数已经超过9000人 另外市府力推的一区一个室内儿童乐园 到9月底已经超过20万人次 使用人数持续成长创新高 相当受欢迎 那基隆是在市长的带领下 我们可以跨举处让我们的基隆的这些宝贝们 生育养育教育都可以有很好的环境 那我们趁这个机会呈现我们的成果 我们的市民朋友使用的满意度 非常多项的满意度 97点多到99点多的满意跟非常满意 尤其是对于咨询的部分 谢谢大家的鼓励跟支持 也谢谢市民朋友让我们这些做得更好 那当然也感谢我们的执行团队 我们的执行团队是林医师带领的团队 我们谢谢他 然后林医师团队帮我们做了之后 他很懂我们这个跨举处合作的过程 所以我们原本的成果展 他马上就提议说 我们跟额少处的室内儿童乐园 一起来举办 因为这是我们整个市政政策的一环 那也把整个的成果一起来展现 开心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工作 让爸爸妈妈可以安心 照顾好小孩 养育好小孩 教育好小孩 也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大家安心 市内儿童乐园是市长非常重视 那刚刚影片啦 还有市长介绍的非常详细 其实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的人数也一直在增加 不是只有你 那额少处7月1号刚成立 那其实从0到18岁的孩子 不管哪一个阶段 其实都会面对天后的问题 很多的就是游记啦 玩啦 空间都有限 所以呢 市长针对我们的幼童 0到6岁先做室内儿童乐园 未来也会规划各项的 我们的额少相关的空间 那也希望说提供我们基隆的孩子 可以有快乐 玩乐 健康 成长的空间 爸爸妈妈可以安心的 或许在这边陪伴着孩子 我们会更努力的 市府大力推动的亲子政策 让许多家长相当有感 基隆市卫生局和市府儿少处表示 未来将持续精进各项服务 让爸妈能够安心来养育孩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